深圳大運會口號是不一樣的精彩 當地的街道路牌,譯發層出不窮 一條路的路,用普通話拼音 地鐵站三個字,亦都是一樣 廣場,兩個字又如何譯呢? 將我們漢語的譯音,例如中心或比較複雜的詞 它用漢語,就是中心的譯音,完全不是英文 我覺得,你不要譯,一譯的話,用英文就用到標準化 不要像中西合璧,不爭不死 以前的譯音,等於是中文 現在英文就可很多,方便外面、世界各地的人來參觀 不改,我覺得從國際大都市就名不服辭 深圳市外市辦公室說 早在2月開始,更新商業翻譯有問題的路牌 亦都有為地方名定出官方的指引 深圳外市辦公室說 更新的行動,工程複雜,很難一步到位 希望外界可以給多些時間,政府改善 深圳鐵路網發展迅速 港鐵深圳公司就相信 剛剛開通的龍華線沒有翻譯的問題 我們是按照深圳市政府 其實是在五條線路開通之前 曾經做協調,有一個標準的設計 而龍華線都是按照這個標準的設計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洪榮生在深圳報道 好了,好神明啊 把決定翻譯成的 schemes 你訂閱了 講完 感谢观看